下官 护补郎中穆卓华 参见太后 穆卓华 你可知罪 太后 不知下官 何罪之有 孙关正 你来说说 穆卓华犯了何罪 怀州人士 却改姬严州 欺君犯上这等大罪 穆卓华 你还装作不知道 改姬之事有如悬梁剑道 万万没想到今日落下 穆卓华 上回 罚你三十庭杖 这回 该如何罚你呢 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 下官 下官 无话可说 来人 拉下去 穆卓华改姬 一世的来龙去脉 朕已明晰 皇兄 打算如何处置他 隐地希望朕如何处置他 陈帝不敢见远 只是 穆卓华身为女子考学不易 况且 他的品性和财学 据是难得 还请皇兄 宽幼一二 难得见眼帝 如此看重一个人 穆卓华改姬一世 事出有因 情有可原 更何况 他还是朕准备留给新军的 左膀右臂 放心吧 朕比你还细才 臣弟 代穆卓华 谢陛下论 顶王早将此事告知朕 便是想让朕看看 这位女探花究竟是不是真才是学 而朕之所以派她去江南 也是想知道她在自己的故土能不能立碗框了 事实证明她做到了 而你呢 若你真觉得她改姬其军 那也应该是来告知朕 而不是太后 别忘了 如今你不是孙家小姐 而是护部官政 陛下饶命 饶命 你做了这么久的护部官政 还竟然自称臣女 孙家小姐 若你没有出事之心 那又何必空占着官政之职呢 对 还是你颜值有礼 最近你写文书实在辛苦了 来 来 一直在等你用饭呢 我 我还在当池啊 我得回去收拾一下 吃饭也是正事啊 王爷 今日我们护部可是让你弄得人心惶惶的 那才好呢 这样以后他们都知道 溜须拍马解决不了问题 就会多派你来了 毕竟 我只不过是个外事 也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跟你在一块儿 好 我们王爷受委屈了 好 开心了吗 不回去了 多吃点 嗯 好 你还想不客气 很快 很好 弄得老公 你还想另一个桌子 我可以带着眼前 我去哪儿 你带着眼前 那我下职的时候 在外面等你 我把文书送回去 收拾一下就出来